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好哦 在礼拜五还有礼拜一台股的大跌之后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觉得操作上蛮辛苦的蛮难的 在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再更仔细的思考一下自己的操作的逻辑 或者是操作是不是有一些正确的SOP 昨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泽诚老师 在昨天的访问之后有听到 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完全没有基础的 那就很想要来上强势股的锁定班 我们会觉得其实要技术分析能力要好比较合适 那么如果对于投资绩效更加有追求 那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昨天有提到有给我们news酒吧的听众朋友有惊喜 那么现在还有名额 欢迎听众朋友稍待一会也可以利用休息的时候 广告中的电话再来电咨询 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访的是哪一位贵宾呢 哇哦今天的这位贵宾呢也是大有来头 因为呢只要您是有做股票投资的听众朋友 甚至是有做基金投资的听众朋友 有看书的话一定都会看过他的著作 他是谁呢 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张真卿老师 真的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应该是财经界里头呢 出书最多的一位老师哦 好他就是呢张真卿老师哦 张老师你好 其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张老师现在是在中部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哦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透过了电话的访问哦 好其实呢张真卿老师哦 出版的书籍真的非常的多哦 据说张老师是从83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写书了对不对 是的我从83年就开始写书 刚开始是写有关于这个证券的书 那后来因为小路还不错 所以出版社就针对期货啦 或是基金啊或是外汇啊这方面的书籍然后要求我写那刚好我的领域也大概是在这一块 那所以呃就一路就写下了那因为呃也卖的好 所以就持续在在呃出版社就持续要搞那我们就我就持续写 目前大概呃我稍微算一下大概也有七十几本书了哇总共呢张真卿老师呢现在啊已经出版了七十多本书了张老师呢其实在美国读的就是 财管方面的硕士毕业嘛对不对曾经呢也在华尔街工作过就包括了证券跟期货等等啊还有银行好 张老师其实我们也都会很好奇哦你的一个专业的培养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怎么样一开始读大学啦读研究所就喜欢投资这个方面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哎我刚开始有关于投资方面我刚开始七十三年了之后我就呃进入股票市场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大学一年级 哦因为我家也有投资一家证券公司所以呃我对证券其实并不陌生那呃呃所以七十三年我就开始进入股票市场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像散户一样的心态呃呃投资也没有方法但是因为七十三年 那个时候呃台币出现大涨台股那个时候的指数只有六百三十六点到七十九年的时候是一二六八二那几乎涨了呃这个所谓的二所谓的二十倍那所以随便买就随便赚了所以刚开始真的是散户散户的心态 然后也不了解市场那我大学是读统计那统计当然给我的训练呃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一个思考的逻辑 但是真正有金融市场的知识其实是呃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读财经系 读财经研究所所以对财经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个提升就呃非常的大 那我学校美国学校毕业的时候我先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段时间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成本做期货的那我对那个地那个地方我专门是在做外汇交易 后来又到美国的华尔街那边那边就是证券的市场那还有债券的市场 所以金融市场等于有三个领域一个是呃股票市场一个是证券市场一个是债券市场 那这三个市场我都有实物上的操作那所以在美国这样的呃本质学能的历练再加上实物的操作 让我对金融市场有更深刻的了解而且在美国它的市场很大不像台湾 那所以看的领域也会变得比较广一点那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先到呃这个银行上班 呃刚好那个时候那家银行刚好成立国外部所以我就进入那一家银行的国外部 当首席外汇交易员那我交易的商品基本上是以外汇为主 那后来呃调部门又调到银行的投资部门那银行的投资部门就是在投资股票呃投资债券 所以呃在这个银行的历练里面呃我对于本土国内的呃外汇市场国会的国国内的证券市场 跟国国内的债券市场这三块也都很清楚那所以呃整个金融市场我呃无论是呃专业的知识 或是食物上的操作那原则上就是在这样呃十几年代的历练之下呃就非常能够了解整个的脉动 在原则上的金额在在金融领域的时候我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哇所以呢这样子听起来这个不管是之前呢曾经啊经历过的台股的这一些哦起起叠叠哦 真的也见证到我们台湾股市的风云变色的时间哦 其实刚刚张老师有分享到接触到的领域哦真的是很全面 包括了像是股市啦期货债券市场还有基金外汇等等哦 其实我们投资朋友哦有时候如果要进入到投资的这领域的时候会觉得 到底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最适合自己或者是呢到底哪一个最简单操作 如果张老师给大家建议的话您会怎么样帮大家做归类会参考呢 如果以个人的投资角度来讲原则上股票市场是对于一般投资人门槛最低 而且最容易进入的一个市场那外汇市场没有错大家也很容易进去 但是问题是外汇的那个涨跌其实蛮小的你要本钱很大那你才能够gain到钱 要不然那个百分比得到的绝对值的这个赚赔其实是很少的 另外债券市场其实是这个法人机构或是金融机构在操作的商品 对于投资人来讲其实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股票投资这一块对一般的投资人一般散户 如果能够了解到各种的这个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一些潜规矩 然后不断的自己提升自己的本质学能还有投资的这个操作的熟练度 让可以从股票市场上赚到钱 是所以讲到这个股市里头呢 其实是我们一般投资朋友其实很好亲近的一种投资工具 但是呢我刚刚也听到虽然老师讲得很轻松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例如要知道一些潜规则 然后呢还有各方面的一些充实对不对 老师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多更细节一些先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吗 对我以我本身的例子就是说 我在我的职场的前半段是在金融机构 那金融机构的三大领域我都已经接触过了 那后来我对股票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又发现到一件事情 股票投资不是只有以金融市场来看股票投资 其实股票是由上市贵公司发行的 对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了解上市贵公司的老板在想什么 产业到底是趋势往上还是往下 所以2000年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 我就离开了金融业 我就到了产业 那特别是电子产业 因为毕竟电子产业的这个成分占台股的成分比较多 电子类股的涨跌影响到大盘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电子类股是我想要了解的 那我就2000年转行 然后进入电子产业 然后我在这个上市贵公司老板的身边 那我就可以看到一家上市贵公司的老板 或是大股东到底怎么样看股票市场 这个逻辑 还有看资本市场的逻辑 那就好像我们开一家餐厅 你知道后台的厨房很重要 那前台的餐厅也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只知道前台好像金融市场 你不了解那个后台的这个厨房 到底在搞什么鬼 基本上也是会失去准投 所以我在整个股票投资里面 我可以从产业跟商市贵公司的角度 看股票市场 我也可以从投资的角度看股票市场 我也可以从法人机构的角度看股票市场 所以我看得非常清楚 那市场上真的是有一些潜规矩在 那当然投资人 一般散户原则上比较难以去了解 那个上市贵公司的逻辑跟想法 那所以有一种方式就是说 要好好的研究一家上市贵公司的基本面 从基本面了解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 还有它的产业的趋势 那这样的逻辑之下 你在投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稳当一点 而不是只有从股票这个角度来看股票市场 看法是这样子 是 所以呢要从这个基本面 还有这个个股的产业面 来做着手 对不对 可是呢 老师老师 我举手 其实产业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像张老师当然就是一路以来相关的一些素质的养成 都是跟财经或统计这些都比较相关 那之后张老师也知道是说 其实在产业当中电子的部分 其实在台股里头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现在这十多年 真的就是在电子产业里头更加的研究跟钻研 老师在选股的时候 说基本面选股来技术面操作是这样吗 是的 我的操作逻辑是这样子 我基本上是从基本面选股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跟思考 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股票是上市会公司发行的 上市会公司的经营绩效好或坏 其实会影响这家公司的股价 第二个这个市场上真正在主导股价走势的人 其实是法人机构 法人机构在挑股票 不是从技术面挑股票 法人比如说外资投信自营商 他们要买股票之前要去拜访公司 拜访公司要出研究报告 内部的研究报告觉得可以才可以去投资 所以法人基本上也是从基本面来去选股 那市场的这些play最主要play的人既然用基本面选股 你就要跟他有同样的逻辑才能够挑逃对的股票 这张股票是法人认同的 法人愿意去买的 然后你也去买 你这样顺水推舟 你基本上就赚钱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所以从基本面来选股其实它是有它的逻辑性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基本面选到了好股票 有时候的公司很不错 但是因为股价过高 进去你也没有利润 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从技术面来找到有效的买点跟卖点 那买点跟卖点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每一天都会变化 然后当买点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进场去买进 那当卖点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离开 所以我的逻辑都是用基本面来选到好的股票 然后放在我的观察名单里面 然后我每天看 看到它的技术分析出现买进讯号之后 我就进场买进 看它出现卖出讯号的时候 我就做离场的动作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市场一等股票会涨 必须市场上能够认同 市场上怎么能够认同 那就是筹码面 那所谓筹码面就是我们只要看到三大法人 延续性的买进或者是这个买盘非常集中 那就表示有一股力量在买它 那那个筹码的集中度就能够让我们买的时候 比较安心 比较有信心 那也敢买的比较多 也敢报的比较久 我的逻辑 用基本面选股 用技术面掌握买卖10点 然后同时用筹码面来加强我们的信心 这个是我的投资的SOP 哇 这是张老师的投资SOP 所以听众朋友要记起来 其实从这个基本面来做切入 对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来讲 其实也已经就不容易了 刚刚这个听到了之后 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 可能得到的讯息都是从法人机构 或者是公司派 他们发出来的讯息 或者是研究报告 我们才会知道 对啊 我们是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散户 就是会慢了一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散户比一般的法人机构慢 这是正常的 因为法人机构 它本身就具有比较特殊的资源 它可以去拜访公司 事先得到消息 所以在这种逻辑之下 法人机构具有优势 散户居于弱势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并不表示说 散户因为居于弱势 就一定赔钱 不会赚钱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针对这三点 我们好好加强 我们本身的职能 比如说基本面选股 当然一般散户 没有办法去拜访公司 那散户如何去加强 自己基本面的功力 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勤读研究报告 现在券商都有很多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你要只去读 就知道这个产业的逻辑 大概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你要加强技术分析的一个能耐 那你就必须要去了解这些所有的技术指标 那包括去上课或看书 或甚至你要实物操作 就可以了解到技术分析各种的奥秘 第三个筹码面的部分 那只要关心三大法人 融资融券的变化 那也就能够掌握到筹码面 所以我们给一般散户三个面向 但是我们也给这个散户这三大面向 我们该怎么样提升自己 那当你这三个面向你都提升的时候 那原则上你赚钱的几率就比较高 赔钱的几率就比较低 那刚才投资人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散户没有办法最早知道 但是没关系啊 你看一条鱼 鱼头的位置是法人进场的 不需要吃鱼头啊 我们吃中间段鱼肚就好了 鱼尔巴就给那个 不知道资本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就吃鱼尔巴 那我们就吃中间这一段鱼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最低点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相对低点 卖到相对高点 对 听完张老师这样的分享了 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虽然比法人机构迈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真的也是更多的投入 也更多的专业 所以这也是应该的 但是刚刚老师有提醒我们 其实可以自我充实 自我提升的三个部分 其实也是投资朋友 可以加强的面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多多的看产业的报告 那么另外第二个部分 就是技术分析的部分 也就是如何来判别 买进的讯号 卖出的讯号等等 顺势来做操作 第三个也就是筹码面的部分 那老师去无存经了之后 请我们留意三大法人 特别集中的这些个股 那么另外老师 可不可以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其实产业的这部分 其实它也有周期性 对 每个产业它都有它的周期性 那依据产业的类别 其实我们常常会分 有些公司是属于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那有些是这个电子类股 或是传统或是汽车零组件 现在的产业其实是分得相当的细 那你就要依据每个产业 它的不同特色 还有目前它所处的 景气循环的位置 那我们来去找到对的产业 然后再从对的产业里面 找到对的标的 一般是这样子来处理 张老师的这些叮铃跟提醒 大家可以好好的 实务上的来执行 那我知道其实张老师 有一个研究团队对不对 会拜访公司 然后也会有一些教学的部分 那其实在教学的部分 好像也会分成这三个部分是吗 我来做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教学 其实是有一点误打误撞 就是民国83年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 那刚好台中科技大学 那个时候缺个外汇的老师 那刚好我那个时候 在外汇交易室 所以学校就麻烦我过去帮忙 那所以我就从83年84年 就一直在学校兼课 然后上外汇投资 那我股票操作的部位 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2000年的时候 台中是刚好在推社区大学 那社区大学透过朋友介绍 希望我去教股票投资的课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股票投资 这个风险很大 而且一般都是散户 所以我就玩具 那但是社大一直弃而不舍 我就说好 那我教理财比较好了 2000年我在社区大学 我开理财的课程 交交外汇 交交基金 就蛮轻松了 那但是他还是一直希望我交股票 2008年的时候 因为美国发生次级防贷风暴 那后来股价在2009年的时候 跌到了3000多点 那个时候他说你能不能交股票 我说可以 因为3000过边其实够低 也不死人 就进场开始交股票 所以从2009年开始 我就开始在社区大学 交基础的股票课程 那基础股票课程 上完上的过程中 除了讲理论之外 当然有实务操作 那我因为都会去拜访公司 所以了解一些股票的一些资讯 然后跟学员大家互相互动 其实大家的操作绩效都还算不错 那但是8周结束 12周结束 学员就一直又要来上 我说该上的都上完了 没有什么好上的 但是他们就扒着我不放 所以他们就去咖啡店 后来我才想说 如果大家都对股票那么兴趣 大家能够要分享的话 那我就成立一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里面 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讨论股票 那其实因为散户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其实有个大麻烦 就是投资股票其实是要一群朋友 互相讨论才能够进步 那如果赚钱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那如果赔钱大家互相取暖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大家就投资股票的这个能量 就能够聚集起来 而且那都自我提升 那后来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就分组 那同时呢我训练几位讲师 把我的讯息传递给所有的学员 让他们了解法人怎么看股票市场 那他们对股票的兴趣 还有能力就很快速的能够提升 这是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这样 是OK 所以呢其实也是很美丽 很巧合的一段过程 好那么之前呢 其实老师有开课 现阶段呢听众朋友 也可以透过视讯 来进行相关的学习跟充实 有什么方式呢 我们来进广告哦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张老师 这样子的操作的原则 希望可以学习老师的 专业技巧的话 您可以利用七堂的视讯课程 可以打电话到 02-7725-8588 02-7725-8588 不管是今天晚上 李泽春老师的强势选股班 或者是张老师的视讯课 News98的听众朋友 一样的享有特别的优惠 特别的惊喜 欢迎您来电咨询 稍速休息 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 继续回来收听的是 News98新闻台哦 我是齐真 在我们每天下午 三点到四点的 投资理财王当中 每天都会邀请 不同的专家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大家可以一起来挖掘 一起来学习 而今天邀访到的是 在财经界 应该是出版 最多书籍的老师 也就是张真清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刚上半阶段 其实张老师 有谈到自己的SOP 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 来分享 就是说 其实在投资市场 当中我们有很多地方 可以充实的 同时也跟我们来分享 张老师的操作逻辑 是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来操作 还有筹码面的部分 来加强信心 或许有一些投资朋友 就可以从这一个面向 这三个面向 来提升自己 再加加油 好那么接下来 要再请教老师 就是说 这些产业周期的 跟我们投资股票当中的 一些实力说明 好不好 像是苹果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每年都会出新机 所以呢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听过 张老师的一次演讲 就有谈到 其实我们透过了苹果的周期 我们就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对的 那因为苹果每年都会发表新机 那我们 其实苹果对我来讲 就好像乌鱼 乌鱼一样 每年乌鱼汛来的时候 我就能够补一次乌鱼 然后每年都能够赚到钱 一般来讲 你散户要了解 苹果供应链的逻辑 你就很容易赚到钱 所以一般 投资人我请你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赚到苹果的钱 你就必须要去找 苹果供应链的各个股票 那它是属于哪一个产业 你了解一下 一个屏一个手机 那组装是红海 或者是合硕 那它刚开始要组装的时候 一定是先叫软板 软板到位了以后 才会查零组件 查完零组件以后 再加上所谓的触控荧幕 然后再机壳 那机壳装好以后呢 然后还要那个纸盒做包装 然后再透过 所谓的电信商 然后这个卖给所谓的消费者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样的逻辑 那你在投资苹果股票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依照这个顺序去投资 苹果每年大概是9月 或者最慢10月就会发表新机 所以一般来讲 最早涨的一定是软板 那软板就是PCB的软板 那PCB的软板最标准的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就是台郡 一家公司就是真顶 那真顶是鸿海的子公司 那所以组装厂商先叫软板进来 接着他就必须要在软板上插件 插件可能是插主动元件 或是被动元件或是连接器 所以或者是这个所谓的IC 所以第二波会长的 那比如说是台积电的IC 或者是MLCC 也就是陶瓷电容 比如说华星科啦 国具啦 这些电子零组件 它会长第二波 那长完了以后呢 它会叫面板来 那面板基本上都是触控的面板 而只是小的面板 所以像GIS的这个夜城 或是这个触控面板的公司 它基本上就会长 那接着就是机壳厂 那机壳厂到位的时候 就是红准啊 壳层啊 就涨一波 那这个整个手机装好之后呢 那它就必须要用纸盒包装啊 那纸盒的话 就是融层啊 阵容啊 他们就提供纸盒给Apple 然后这样就组装好了 那最后在出货的时候 一定从组装厂出货 所以最后一批涨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红海跟合作 那所以这个涨的顺序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逻辑 所以它就是在发表新机以前就开始涨 那因为这个利多是大家都知道的利多 所以当Apple发表新机的时候 通常都是这些股票的最高点 那发表新机后不要去追股票 反而是你要卖股票的 那我们在投资逻辑里面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不是买过去 我们是买未来 那所以当这个利多消息是已经确定的 那之前大家都会先上车 等到利多发表的时候 大家反而要下车 所以每一次的 也每一次的Apple发表新机的前一个礼拜 其实大家都陆陆续续在出货了 那不懂的人才看到Apple发表新机 急得去买Apple供应的股票 那其实都会套在高点 所以刚刚听完张老师的这个产业链的 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顺序 然后还有逻辑的话 听众朋友呢 其实真的下一次明年 苹果概念股 苹果的这个题材的部分呢 你就很有可能哦 跟张老师哦 或者是跟法人一样的 或许可以从第一个这个部分哦 这个从上中下游 这个所有的1234567哦 都可以赚很多哦 OK 刚刚老师真的是好棒哦 讲得好仔细哦 OK 希望听众朋友也有听得仔细哦 好 其实呢 这就是产业的一些周期跟表现哦 那这个产业的这个研究呢 或许有些投资朋友会觉得蛮难的 可是呢 如果每年每年都会发生的话 其实就像是提款机一样哦 还蛮开心的哦 对 好 这个部分呢 是从苹果概念股 苹果的供应链当中 我们投资朋友就可以 每年都有机会 透过了这些个股的轮动 来赚到蛮丰富的一些成果哦 那另外呢 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会鼓励大家 有一些投资朋友啊 就是买了 就是放99对不对 就是希望呢 可以买一年之后 赚的比银行股还要高 或者是呢 一年呢 赚三成啊 五成或者是一倍的机会呢 哦 其实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那我最近呃 在把过去的资料全部捞出来 我发现到有几类的股票 其实如果中长期的投资 其实都有赚百分之五十跟六十 甚至一倍的这样的可能 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呃 这些能够涨到一倍 或是涨七八十八 不会我们都分类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有一种股 有一档 有一类的股票 它本来是赔钱的 每一 因为呃 上市贵公司 每一季都会发表 所谓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都会有所谓的EPS 那如果它本来是赔钱的公司 变成赚钱的公司 它就有机会 能够涨一倍 那举例来说 呃 去年产业非常惨的 所谓的航运业 比如说阳银啊 长荣啊 它基本上 呃 去年都是赔钱 那今年变成赚钱以后 你可以看到那股价 基本就是翻上了一倍 那比如说 友达啦 群创啦 这些面板 以前是赔钱公司 那到今年 去年底的时候 开始油亏转盈 所以你看它股价 也涨了一倍 所以第一种 就是油亏转盈的公司 就有机会涨呃 涨50%甚至一倍以上 那第二种公司 呃就是 我因为缺料 或是我的成本变高 所以我涨价 那一涨价之后呢 那营收就会往上跳 毛利会往上跳 资本市场就会关注 那这些公司也容易 呃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那比如说呃 从今年的这个年初开始 呃 所有的被动元件 呃电子零组件 它基本上呃 都出现缺料的状况 那公司也调涨价格 那比如说呃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细晶元也是缺料的 所以细晶元的合金呃 环球金呃 股价就出现大涨 那电子零组件里面 包括国具啦 华星科啦 或是低润呃公司 呃 基本上也都出现大涨 所以第二种情形就是因为你缺料 那你把价格呃售价拉高 那当然资本市场就会给你比较高的平等 那这个时候股价也容易往上走 那第三种就是当一个产品出现新的运用 那他也能够股票出现啊大涨的情形 我们就以最近呃光学产业做例子 那最主要就是玻璃镜头 玻璃镜头以前是放在数位相机 所以其实七八年前的玻璃镜头 其实生意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去买数位相机了 可是这几年因为呃手机的这个照相功能越来越好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想用数位相机 那大家都用手机来取代呃数位相机 那或许你有数位相机 你可能好几年都没碰它 你都用手机的照相功能来取代数位相机 所以玻璃镜头 那原则上因为数位相机不好 所以这个产业是非常的惨 到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这些玻璃镜头的呃公司 比如说亚光啊 联谊光啊 金国光呃 呃这些或是家铃都非常不好 但是从去年的第四季开始 这些玻璃镜头已经找到它的新应用 就是放在车子里面 当呃自动驾驶呃的这个呃后市的镜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玻璃镜头又重新呃得到大家的 认同跟重视 认为未来这个玻璃镜头 在汽车运用方面会越来越广 所以你看呃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 那些所谓的呃玻璃镜头的公司啊 亚光啊 联谊光啊 英国光都出现大浪的情形 那它就是一个产品找到新的运用 跟新的用途 那也会出现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公司遇到倒霉事 但是它这个倒霉事啊 不会影响到它的核心价值 那股价下修之后 等到这个倒霉事过了以后 股价也出现大涨 那比如说呃台中有一家公司叫做盛回 盛回是在做无城市设备的 三年前呢被呃这个盛华倒账 所以它的获利大幅度的衰减 那因为要提炼损失 但是它的本业 它的它的专 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并没有丧失 可是那等到这个坏仗全部打完之后 那股价落底 那股价又开始往上走 嗯 这一些呃所谓的我们所讲的概念股 那基本上如果长期持有都是都是都是OK的 那我如果再整理一下 我们认为能够大幅度上涨 而且能够中长期持有的概念股 第一种是油亏转赢的股票 那第二种就是涨价概念股 三种就是呃这个产品找到新的用途 第四种就是呃这公司遇到讨没事 那不影响到它的核心价值 那这些股票当一旦修正完毕以后 都会出现呃比较大幅度的上涨 哇哦OK 哇谢谢张真轻老师哦 跟我们来分享哦 这个新的综合的个股选择的机会哦 而且呢这我相信是很多投资朋友也很期待的哦 因为呢这样听起来这些四大类的这些个股 其实呢它的价位一定比较低 而且呢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要工作嘛 对不对 那如果可以报九九 然后呢就涨了三成五成一倍的话 哇那真的是太美妙了哦 所以呢张老师来这个为大家来整理的 这个内容的话也很期待 新的课程跟大家见面哦 好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您哦 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先来电预约哦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刚刚张老师所分享的内容哦 真的很令人期待对不对 因为呢如果我们能够啊就一档个股 可以呢在一个波段之后呢 赚了三成五成 甚至呢有机会赚到一倍的话 真的是太开心了哦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银行的利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哦 但是呢如果我们透过了学习 在股票市场当中呢 有远见可以看到一家公司 或者是呢一家企业的转机的可能性哦 随着股价的成长 我们有机会来赚到比较大的利润的话 真的非常的开心哦 所以呢听众朋友 如果对于张老师 接下来即将要预备的 那目前已经在准备讲义的这个独家的课程 有兴趣的话 欢迎您透过了工商服务的电话来电 先预约登记哦 您可以打电话到02-7725-8588 02-7725-8588 而张老师还有张老师的研究团队 所出版的这个视讯的课程哦 技术分析的进阶班 总共呢课程总共有七堂哦 投资朋友透过了系列的课程 对于技术分析的内涵 还有呢细节的一些操作 我相信呢一定会提升的更多 而这个视讯课呢 是为期两个月的哦 所以呢可以给很多忙碌的 听众朋友投资朋友哦 在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间 随时都可以重复的观看哦 任何的疑问 欢迎您一样的来电咨询 7725-8588 7725-8588 另外里州教育学院 也有免费的Lite哦 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了Lite的服务 直接互动的搜寻 在Lite上面 每周都有朱家宏老师的解盘的分析 另外呢还有课程的优惠 课程的讯息等等哦 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及时的参考 或者是充实自己的投资实力哦 7725-8588 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来电 在这边稍坐休息 稍待一会儿 马上再回来进行我们 投资理财王第三阶段 这里是News98新闻台 进行的节目呢 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珍 好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已经出版了70多本著作的 张真清老师哦 其实近期老师 还有新的书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好 所以呢 听众朋友也可以哦 在网络书店也好 或者在实体的书店呢 来看看老师的新书哦 那提升自己新的100招 到底是哪100招呢 希望呢 对你有所帮助 好 最后请问 以张老师 或者是法人机构来讲哦 有哪一些个股 或者是通常会琢磨 在哪一些面向 好 那第四季 原则上就是 有些产业是进入旺季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 第四季进入旺季的 这个产业 还有股票跟大家做说明 那第一个就是 汽车零组件产业 那汽车零组件产业 分为两种 一种叫AM的市场 一个叫OE的市场 所谓AM的市场 就是维修市场 那OE的车厂 就是我的汽车零组件 交给所谓的车厂 那因为第四季 无论是AM的维修市场的零组件 或者是交给车厂的OE OE的零组件 原则上 都是属于这个旺季 因为维修市场 是因为冬天欧美的车子会 因为下雪所以乱撞 所以它维修市场 其实相当的热 另外很多车厂 隔年都会发表新的这个车款 所以他们都会在第四季 拉货 所以原则上第一个 汽车零组件又是台湾 非常强的 台湾中部地区 汽车零组件 其实是非常强的 那所以第四季 第一个可以关心汽车零组件 那我们认为 有一些股票 基本上还算不错 比如说这个做安全气廊 车架的这个建林 或者是做冲压建的阴历 或者是江心段 或者是河大 那东洋 这些基本上在汽车零组件 都是直接叫回车厂 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基本上是对的 那第二个旺季就是 所谓的成衣液 成衣其实在冬天 也是属于旺季的 那比如说如虹 巨洋 这一些是成衣的制造厂商 然后再加上运动的休闲 包括百合 或百合KY 他们都是属于自协 这基本 协财 它基本上这个领域 也是第四季的一个旺季 第三个 最近台湾股市 其实是蛮热的 所以所谓的证券股 其实它的表现都算不错 但是要挑证券股 要了解个甚至 因为现在有些证券公司 都已经是在金控下面 那即使它的证券表现不错 你没有办法买这一家公司 你只能买所谓的金控 那金控又包括保险 包括银行 它的影响力不高 对金控来讲 所以要买单一券商 说康合证券 那比如说服务帮 统一证券 那另外我们最近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30岁以下 开户的人数 证券市场开户的人数 突然间大量的增加 而这些30岁以下 其实没什么钱 所以他们都喜欢去买期货 买选择权 还有权证 所以群益期 或是元大期 这基本上 他们的营业额 基本上都非常好 所以金融类股 就是建议放在证券类股 跟所谓的期货类股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 因为每一次到 第四季的年底的时候 集团都会有作战行情 各个集团的子公司 互相买卖股票 然后让股价拉高 让公司的净值也能够增加 那所以集团概念股 其实是每年第四季 都是这个懂得投资人来讲 必备的投资的标的 那集团概念股 比如说联电集团 或者是远东集团 台数集团 统一集团 那这些公司基本上 都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所以其实第四季 如果注意这四个面向 其实就已经忙不完了 而且它下面的标的也相当多 是 听众朋友一定要赚钱 第四季 其实我真的觉得 投资很不容易 对啊 张老师 其实你每天 大概都花多少时间 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头呢 原则上我会把 我投资的时间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盘中时间 九点到一点半 我其实花的时间不多 因为我不喜欢盯盘 其实盯盘有时候会股价的涨跌 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所以我大概是一边工作 一边稍微盘势 稍微看一下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 下午的时间 下午的时间我都会去安排 去拜访公司 然后了解产业状况 了解上市柜公司 老板的想法 所以第二个阶段 都知道每一个礼拜 我大概会安排 两天还是三天的这个下午 现在台北其实很多机会 都能够参加法说会 无论是交易所办的 或是OTC贵买中心办的 或是券商办的法说会 其实都很欢迎一般投资人 都去了解 那第三个阶段 就是晚上的阶段 通常都至少花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坐在电脑旁边 然后把我收集的资料 还有我注意的股票 我一档一档慢慢的 把它的这个技术线型 这个基本面 加以了解 然后做成笔记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其实 与股票投资 我就分为这三个阶段 我一直认为盘后下的功夫 比盘中更重要 所以你看到 真的那些高手 他们盘后努力的功夫 比盘中还花得更多时间 一般散路不是 一般散路 一般来讲 九点就坐在荧幕 然后一点半 他就离开了 然后接着 他都不知道干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是 这是比较不好的 不好的思考逻辑 在反向 我们盘后下的功夫 会要比盘中来的更多 那最后我想提醒投资人 股票投资要成功 必须你要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做到大量阅读 你大量阅读 财经跟个股的讯息 你就能够了解 第二个要勤做笔记 把你读到的东西 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才能够变成你的知识跟能量 第三个就是要实物操作 那直接进入股票市场 当然会有赚有赔 但是唯有实物操作 才能够真正提升你自己 哇 谢谢老师 那最后的钉铃呢 也真的是123 SOP 非常的重要 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成为成功的投资人 好好的落实 老师说的哦 包括了阅读 请做笔记 还有实物的操作跟修炼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最后呢 就提供咨询电话给大家哦 听众朋友可以来电到 零二七七二五八五八八 零二七七二五八五八八 不管是现阶段 张老师的视讯的课程 或者是接下来的独家的新的课程哦 都欢迎听众朋友来电预约登记 或者是加入里州教育学院免费的Lite 也就是AtMoneyEDU就可以咯 好 今天时间关系就节目进行到这里 感谢张真青老师接受我们访问了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